Hello,大家好,我是Angela,张绍涵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我是Justin,黄明浩 我是Guy 我是吴欣 我是Sundie,袁又林 我是霍尊 我是关施敏 我是主持人小琪琪斯君 今天我要为宝藏歌手小于浩歌手打call 我心中她是一个非常直率的女孩 在舞台上,尤其是唱歌的她 我相信她有一种魅力是你不能错过的 在我印象当中,她是一个非常努力 为了音乐可以粉身碎骨的人 她明明可以做主持人拍戏 但是呢,她就是想要不断地写歌 为了写歌,她很困 却怎么样也睡不着 为了写歌,她的一星期竟然有八天 怎么那么习惯 所以呢,她真的很拼命 那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听到她写的歌 然后听到她的声音 这位小于浩歌手呢 我第一次见她面的时候,我是觉得 她应该不算个歌手 但是慢慢地了解之后,我才发现她能唱能写 而且对音乐有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态度 所以我非常希望所有的朋友都一起来支持这位小于浩歌手 在我心目中呢,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热爱音乐 同时呢,很有才华 自己呢,又懂得创作的一位 至少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音乐人 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她一起主持 因为是我第一次,所以我很紧张 特别紧张,怕忘词,怕说错话 她都会很贴心地鼓励我,提醒我,帮助我 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她是会主动去帮助别人的一个很慷慨的一个人 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 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 感情丰富又细腻的一位歌手 而且她的蚊子也非常能够抓住别人的心 很有魅力 那除了是一位创作歌手之外 她会的东西非常多 而且每一样东西都做得很好 我非常佩服她这一点 作为朋友呢,她是一个贴心小棉芽般的存在 只要有人需要她 她永远都是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在你身边 很有意气 在我心中呢,她是一位充满着音乐才华 并且一直坚持在自己所喜爱的音乐道路上不断创作的标准宝藏歌手 祝小于浩歌手在谁是宝藏歌手的舞台上圆满成功 希望小于浩歌手在谁是宝藏歌手的舞台能够圆梦成功 祝小于浩歌手在谁是宝藏歌手的舞台上圆满成功 希望这位小于浩歌手在谁是宝藏歌手中 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大家一起来支持她吧 祝小于浩歌手在谁是宝藏歌手的舞台上圆满成功 发光发亮,让大家看到你的可爱,你的才华和能力 其他她在我是宝藏歌手上面能有精彩的表现 大家为她打call 希望小于浩歌手在舞台上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魅力跟才华 在这里预祝她的每一个舞台圆满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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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